BBC的记者正在进行连线 没有想到后方听起了隆隆的炮弹声 它立刻消失在镜头面前躲避去了 这是基辅今天一大早就发生了轰炸事件 有飞弹在市中心引爆 目前除了基辅之外 包含了利维夫 还有扎波罗热 地灭波罗等大城市 接连都发生爆炸事件 国际间就担心 俄罗斯会发起所谓战略性的核武攻击 都在观察当中 泰国日前发生了幼儿园的无差别枪击事件 总计造成大人小孩在内38个人死亡 其中在幼儿园里头有三位孩子 幸运的活下来